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科幻战舰,我是主播迷妹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科幻惊悚片《透明人》 该片讲述一位科学家变成隐形人后,展现出自私、贪婪人性的故事 影片的开始,经历了多次尝试的科学家凯恩博士 终于发现了复原隐形的方法 并通知了科学家兼前女友的琳达前往实验室开会 他们把显形药物注射到情绪及其不稳定的隐形星星 一杀贝拉体内 星星的外形逐渐显现,完成了实验 完成实验的凯恩博士,马修博士,琳达一同前往委员会进行会议 在会议中,凯恩故意隐瞒了实验结果 因为他想马上将死相发明进行人体实验 但这必须要经过法律的程序 会议结束后,凯恩表示想用自己的身体做人体实验的想法 虽然马修认为这样风险过大,提出反对 但琳达却觉得值得一试 最终他们决定让凯恩开启为其三天的隐形生活 在为凯恩注射了隐形药物后 由于大脑无法承受过度的疼痛,心跳剧增 正当大家准备抢救时,情况又逐渐稳定了下来 大家看着凯恩的外形一点点消失 经历了17小时后,凯恩终于清醒过来 大家便开始轮流值班 手艺莎拉在第一夜值班时不小心睡着了 却遭到了凯恩的调戏 莎拉醒后发现了不对劲,但并未敢张扬 珍妮斯也表示,不戴热感眼镜不敢上厕所 其他人在吃饭时都纷纷埋怨隐形状态下的种种不适 却不知道凯恩也在现场 终于三天过去了,凯恩到了该病回原情的时候 在注射了怀炎剂后遇到了基因不稳定的情况 差点死亡的凯恩在紧急抢救后却再次顺利隐形 大家决定在显性药物研究出来前 献给凯恩做一个头膜 让他不能再如此焚飞自我 但被迫一直待在实验室里的凯恩 脾气变得越来越暴躁 在胖子职业班的时候 不顾劝阻直接离开了实验室,回到家中 在家里无意中发现了对面的美女 诱惑指使凯恩脱掉了头膜 却敲开了美女家的门,并顺利按到美女 另一边接到胖子电话的琳达并开始寻找凯恩 到凯恩家里寻找卫国后 便回到实验室后通知大家准备用麻醉枪制服凯恩 但这时凯恩却回到了实验室 琳达警告凯恩如果再随意出去 就将此事告发到委员会 并开始用热感气对凯恩进行监视 但很快凯恩便发现了监视器上的弊端 在显示器上做了手脚成功骗过了所有人 他又一次离开实验室来到了前女友琳达家 却发现了琳达跟自己的好友马修在一起 异常生气 而琳达和马修觉得这件事情不应该再隐瞒下去了 找到柯纳玛博士揭发了这件事情 却不料被凯恩听到 柯纳玛还没来得及通知委员会成员 就被凯恩淹死在了游泳池里 回到实验室的琳达跟马修准备面临委员会责备时 却得知了柯纳玛不幸身亡的消息 意识到不妙的他们想离开实验室亲自报警 却发现出无令已被更改 无法出去 大家决定前往寻找凯恩 但发现掉队的珍妮佛已被凯恩拥掉针线勒死了 其他人来到凯恩的房间 用通话机对讲 他们得知凯恩决定把知道此事的所有人干掉 于是大家决定进行反击 但隐形的凯恩并不好对付 他先是趴在管道上偷袭了胖子 又在血裤内为沙拉注射了麻醉药 并且扭断了他的脖子 弗兰克使用灭火器时 却没留意到身后的凯恩 被他用铁棒刺死 马修激动的想要和凯恩拼命 却还是被刺伤了肚子 凯恩把琳达和马修关在了血裤里 并把气温调到了零下50度 面对逐渐下降的温度 机智的琳达运用吸引力把门打开了 并生火未晕去的马修取暖 但此时凯恩已在实验室里 放好了炸弹正准备离开 销毁实验室内的一切证据 虽然凯恩被火烧伤 却丝毫没有险行 随后琳达又把喷水器砸坏 希望用流水使凯恩险行 却不料被凯恩从背后偷袭 这时马修突然用铁棍打晕了凯恩 在他们即将离开之际 凯恩却拿着铁棍再次袭来 在打斗时凯恩的铁棍碰到了电箱 被电击晕倒地了 但此时炸弹已经快要爆炸了 俩人只能紧急逃生 马修带着琳达前往电梯爬求生城 突然琳达的脚被一只手抓住 原来凯恩并没有被电死 琳达趁凯恩忍住自己的时候 奋力把凯恩丢进火海 终于琳达和马修逃离地狱班的实验室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 喜欢科幻的小伙伴们 别忘了随手关注和点赞 科幻战舰每天为你送上精彩科幻电影 我们下期见